欢迎来到今天的iMission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是iMission的第100集 我们从2020年的3月22号开始 我们位于67个国家祷告 为33个世界 有许多这世界所需要带导的时候 我们都成为那个带导者 所以今天让我们回到台湾 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让我们持续不断的为各国的需要 来带导和祝福 因为我们始终相信 祷告就是力量 祷告充满盼望 想要今天特别邀请大家 来为台湾的人拥有三颗心 哪三颗心呢 第一颗心 求主来帮助我们 都有一颗怜悯的心 透过iMission的祷告 我们懂得将爱分享出去 一个怜悯这世界上有需要的人 第二个心 祷告智慧的心 充斥各样的新闻 到底如何来分辨 包括乌克兰 俄罗斯 其实两方都需要祷告 第三个心 是可慕的心 为台湾人民继续的祷告 让神的福音 可以进入到台湾 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就像你我一样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 为台湾祝福 恭喜我们一百集以外 也让我们持续的 来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祷告必定带来改变 我们一起来为台湾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到iMission 这样的一个频道 可以持续的 为这世界各国许多的 来守望和带导 而今天我们也把我们所爱的国家 台湾带到你的面前来 我们为每一个台湾的人民 来向你祈求 祝主赐给我们怜悯的心 让我们懂得彼此相爱 去关心有需要的人 求祢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 让我们懂得分辨真相 更不随便跟风 以至于我们的眼睛被蒙蔽 主啊更求祢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 让我们渴慕人认识真神 让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台湾 让我们的家人朋友们 都有得救的恩典 祝我们向来仰望台湾是属于你的 愿你继续的来看顾我们 与我们同在 不管有任何的天灾 人祸 我们在祷告当中 持续的向你来恳求 愿你赐下平安 与我们同在 谢谢耶稣 我们赞美你 给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所以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频道的 麻烦帮我们订阅起来 如果你也只是主日看到 Imition的 也请你开始回去之后 每一天你都可以打开一则Imition 也许过去有些国家你还没有祷告过 让我们开启铃铛 订阅频道 祷告的声音从台湾向世界发出 成为世界的祝福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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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